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请听哈佛管理学 那这一周呢现在已经到礼拜三了 我礼拜一礼拜二都有特别强调 我这一周呢你最好把它当张回小说来听 第一天要听第二天要听 你不要第三天才进来听 前面两天的这个前音前世今生 前世没有听了今生就很难了解 因为我们这一周呢特别来分享 有哈佛上来评论跟政大我们本土的教授 政大会计系的讲座教授吴安妮老师呢 他也是全世界呢第一个 唯一一个到目前唯一一个荣获四次 美国会计学会 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会计学会 Triple A三个A的奖项 包括终身成就奖 所以这个也是本土学术界的台湾之光 所以吴安妮老师呢 在台湾的学术界呢 是得奖无数 大概也是得奖最多人之一 所以我们也哈佛上来评论除了是有很多国外的经典的文章 其实我们也都在挖掘本土的教授 或者是学术界或企业界的一些经营管理的经验 也是同步更有台湾观点可以提供给我们各位的听众 跟我们的读者 所以这一周呢刚好我们在不久前呢 才刚跟吴安妮老师合作出版了一本书 叫用AVM做对管理 所以这一周呢我就来介绍这一本书的精华 那这个全书的内容呢 也收入在哈佛上来评论的数位版里头 所以如果你是我们数位版的订户 拥有订户的账号的话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数位版免费阅读全书的内容 那么AVM是什么呢 就是三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的缩写 A就是Activity V就是Value 然后M就是Management 所以是作业价值管理 那这是吴老师从西方学者 早就在研究这个Activity Based Course 叫ABC 后来叫ABCM 又加上Management 就是把整个企业的营运过程 拆成一个一个作业为基础 就是我们每天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机器每天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研发每天在做什么事情 把它拆解拆解成为一个一个作业细胞 就好像我们的人体是有细胞组成的嘛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公司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一个作业细胞所组成 然后将作业的细胞跟结果 把它综合连接在一起 一起看了就可以看出说 我们在营运管理上过去的财务报表 或是一般的其他的报表 都无法看出来的我们的隐形成本 把你的投入跟你的结果可以连接 AVM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技巧 所以很多导入这个AVM的企业都说AVM很像是照妖镜 可以看到经营管理上看不到的隐形的成本 或者是看不到的问题 所以一连五天呢 我会分享AVM的一些重点 礼拜一礼拜二已经有谈到 吴老师为什么会去做AVM 以及AVM可以帮助企业破解哪些管理的迷思 比如说你以为最大的客户就是最好的客户吗 你以为订单最高就是最好的业绩跟利润来源吗 透过AVM的检验之后 照妖镜一照之后发现 很多企业发现他的大客户原来是他最大的亏损的来源 他的大订单原来并没有给他带来很高的获利 所以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AVM你如果套用这套系统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是不是有资源措置 你是不是有决策错误 你是不是客户的比重跟服务的重点放错地方 也可以帮助你做好更好的决策的体系跟管理 所以AVM如果你愿意经过那个阵痛期导入成功 很多企业都是获益很大的 那么今天已经到第三天了 所以我就来介绍一下 到底AVM是怎么样一个模组组成的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系统呢 我今天也是来跟各位做大药的分析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 这几天我每天都邀请各位 赶快到我的粉专帮我按赞跟追踪 我们又创造一个新的平台 可以跟各位来交流跟分享 感谢 各位哈帕听友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亚玛丽 在哈帕下载即将突破2000万人次的成绩后 我们想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风行全世界的哈佛商业评论管理智慧 更深入台湾企业界 因此我们即将推出一门重磅的线上课程 这个课程将结合我三十多年深度访谈 超过一万个成功人士的心得与经验 并以哈佛商业评论创刊至今 超过一百零年的管理智慧为基础 精华浓缩成一门六小时的课程 我们设计了自我管理 培养引导力 团队管理 策略管理四大篇章 让你由内而外 从点到面 一步步补强台湾教育缺乏的管理思维 为了设计出更符合需求的课程 邀请你 现在就点击下方说明栏连结 帮我们填写问卷 抢先预约三百元的课程折价券 并享有抽三名免费课程名额的机会 希望透过这个课程 帮助每一个人 成为在职场上更成功的领导者 AVM是由政大会计系讲座教授 吴安尼老师 他从1990年代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之后回到台湾 他那个时候 就非常专注了 想要研究说 企业的作业 跟企业的利润 跟企业的管理 跟企业的决策 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事实上一方面在做学术理论的研究 他也发现说西方 像哈佛大学的Kaplan 以平衡计分卡 非常有名的Kaplan教授 跟Kuper教授 他们其实已经在研究这个ABC 这个管理 叫做Activity Based Cost 就是用企业要去看它的成本的话 必须要精细到 它的每一个作业的细胞去看 那么吴老师 他在研究这个的时候 除了有这个理论的架构之外 他在融合 他在台湾 也深入很多的大企业也好 中小企业也好 深入了去了解 他们在营运上的作业的系统 跟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 跟瓶颈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方面 是食物界的经验 以及理论的基础 他等于是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才研发出这个AVM 也是有兼具理论 跟食物需求的这个架构 来帮助企业 做好他们的管理 所以呢 他不是拿了四个 这个AAA的奖项吗 我在看说 大家给他 给吴老师奖项的时候 通常都会这样形容 说他的成就 他是兼具了教学创新 研究创新 跟食物创新一体 他同步在推进 而不是说 只有学术的研究 理论的研究 同时也有食物 然后也不是说 只有食物的辅导 他同时也兼顾了 这个理论的架构 所以真的是相当的难得 那么今天呢 我就进入 到底AVM的 这个理论的精髓是什么呢 我就来说明一下 其实上我们这个 用AVM做对管理这本书 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在谈观念篇 也就是说到底AVM是什么 它的架构是什么 它的理念是什么 然后面呢 我们附了九家企业的案例 这九家企业呢 明天呢 我就会选择性 只能选一家 比较精细的来分享 这九家呢 都是台湾 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 从服务业到制造业都有 甚至呢 我们其实 吴老师的这个AVM 也推到了小面店 面摊 小吃摊 到超微企业 都可以用他这个AVM的 管理的系统来思考 那这九家企业 我明天再来说明 反正从台积电 到玉山 到日正 到普其乐等等 我明天呢 会挑一家公司 来讲比较多 那细节呢 各位可以去参考这本书 那么今天呢 要谈这个AVM的四大模组呢 接下来会稍微硬一点点 你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那希望你用听的 也可以吸收的很多 那么AVM的四大模组呢 主要是四个 第一个叫做资源模组 简单讲就是说 你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 然后这资源必须要用费用 来总结 这叫资源模组 比如说你拥有多少人 你拥有多少材料 你拥有多少时间 设备投资等等 所以就是指企业 投入制造跟服务的时候 一共总共动用了多少资源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花了多少费用 就是这个月 每个月或每年 花了多少费用 这叫资源模组 所以你按照它的体系去做的话 你会算出第一个 叫做资源模组 也就是你花了多少钱 那么第二个模组 叫作业中心模组 就是在把它细了 就是你是哪一个部门 或者执行哪一个作业的执行者 这个执行者除了人之外 还包括你的机器 机台设备 跟你的IT投资都算 那么作业中心模组 也希望可以算出 每一项作业的标准成本 是多少 就是你要完成这一个作业 你标准的成本 应该是100块还是500块 那这会连接到你下面的作业模组 那么你实际又花了多少钱呢 上面是谈作业中心模组 是要算出它的标准成本 那你下面这个作业模组 就是第三个 就是要用作业执行者 包括人机台 与IT的投资 做了什么作业 那么实际的成本是多少 这是第三个模组 那么第四个模组呢 就是要算出价值标的模组 也就是你每一个作业之后呢 到底为谁做出贡献 为产品或者是顾客 做出哪些贡献 创造多少短期利润 跟长期价值 所以它一共有四大作业模组 就是AVM的核心 那么接下来我要说明 说AVM它的几个 主要的创新是什么 它一个最大的创新呢 就是用作业 单向的作业activity呢 取代传统的会计科目 它这边呢就举例 比如说你传统的 这个会计科目 它分摊成本的因素呢 是比如说它会这样做 比如一个工厂 它有冲压机 它的生产成本呢 它会以生产量啊 机器小时啊 人工小时来分摊 给所有的产品 但是你如果用AVM呢 假设说这一个工厂 有十个这个机台 冲压机台好了 那传统的会计呢 就会把它算在一起 它就没有考虑到 它的差异性 也没有考虑到说 这个机台是谁负责 那一个机台又是 谁负责 它事实上可能生产 是有差异的 但是如果用AVM 它是以单项作业为细胞 比如说你十个冲压机 它就是十项作业机台 那每一个机台呢 就是一个细胞 那它会去算出说 每一个机台的生产效能 以及算出每一个机台的生产成本 那你就会很容易找出来 以前我们可能看大账嘛 整个工厂 整个大账 生产多少 获利多少 这边就可以细到每一个 比如说师傅 他管的机台 他的生产成本 跟生产效率 跟创造利润 可能就很差异 以前是一个大账嘛 现在就可以有差异 有差异之后 你就可以找出来说 某某机台5 可能是这个报废材料最多 生产效率最差 那某某机台1 可能是创造利润最高 成本最低 你就可以很精细的找出说 你在管理上 可能有哪个漏洞 你在管理上 可能要因这个作业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管理的技巧 所以不能够说 把它混在一起 一看好像还可以 事实上呢 这个魔鬼都在细节里嘛 以前郭台铭的名言嘛 魔鬼都在细节里 那AVM呢 就可以帮你找到这个细节 所以他第一个很大的创新呢 他是用作业activity 单一作业 把它拆得很细很细 可以帮你去看到问题在哪里 当你看到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 第二个创新就是 他可以帮你找出说 你哪一个产能是 比如说是表现特好的 是超过 超过这个标准的 哪一个作业 哪一个同事 所负责 哪一个部门 或哪一个产品 所创造的利润呢 是低于 他应该要有的标准 所以就可以帮你找出 自由生 跟这个问题学生在哪里嘛 那这样不是可以帮你去做好 更好的管理吗 那么要导入AVM呢 事实上就必须要取得 这些作业的资料呢 事实上对人员 或者是对这个专案的负责人 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因为他的第一步呢 就是让每一个员工 他到底每天在做什么 都要详细的做记录 比如说你9点到10点 你是拜访客户 拜访谁 你10点到11点 你是在写企划案 写哪一个公司的企划案 11点到12点 你又在开会 你是开哪一个专案的会议 你做到详细的做记录 那么因为过去呢 很多公司对员工的管理呢 可能是还蛮 蛮没有这么的严谨 所以呢 常常碰到第一个困难的 就是报工 我们叫报工 就是你要报你的公事 那所以呢 这个很多企业 为了要贯彻 这个AVM的导入呢 从大老板开始 董事长开始 连他自己都要报工 就是我 我每天呢 到底是拜访了什么客户 跟哪一个专案 花我最多时间 然后哪一个 比如说工厂 花我最多时间 他都要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这都属于人员的成本 以及专案的成本 所以过去呢 我们就是看一个大账 会计科目是看一个大账 但是他这边就可以拆解到 你每一个客户 到底用了哪些员工 多少时间 因为每一个人都报工了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某某员工A好了 他80%的上班时间都在服务 比如说这家公司 最大的客户好了 然后B也是60%的时间 他的时间都花在拜访 这个客户解决 他的问题开会 都是跟这个客户相关的 所以当他把客户的价值 跟他们这家公司 所投入的时间成本 或者是服务成本 都算起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算出来 单一客户 为这个公司创造价值 真的有想象中那么高吗 如果说很多企业 又都觉得最大的客户 我要把它捧在手心上 不敢得罪的话 有的时候你投入的资源 跟服务是超越你的营收的 所以这个很多导入 AVM的企业都觉得说 最赫然发现一个最大的反差 就是他以为最重要的客户 反而是他最赔钱的客户 所以很多人 透过AVM这个系统 开始去精算他们的投入之后 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么AVM最大的核心 是把每一个作业 为了哪一个客户 为了哪一个专案等等 都可以对接到他的产出 那蛮有趣的 就是有时候 有一些客户的这个状况 他没有办法对接他的产出 尤其是大老板 如果他又是有很多 这个业外的一些活动的话 但是他动用的是公司的资源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怎么计算他的价值呢 这边就遇到一个蛮有趣的案例 那么这一本书呢 有特别提到老师早期呢 在协助中信银行 导入AVM的过程 那这中信银并不是这一本书的 开专章的一个个案 刚刚有讲了九家企业 不包括中信银 但是这一本书也收入了 早期呢 老师在协助中信银导入AVM的过程 那么中信银在导入AVM呢 碰到一个问题当初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老董事长 前董事长现在已经过世的 孤连松董事长 那个时候帮台湾做很多的国民外交 他常常搭私人飞机出国 那这些国民外交呢 这个成本呢 是中信银的成本在支出 可是要怎么算他的成本跟效益呢 他这个成本要谁吸收呢 好像也不是为了业务去跑的 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我们的外交国民外交在做的 所以呢 当初他们到AVM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部门说 那要怎么摊呢 这个老板的这个出国费 要摊给谁呢 那有些部门摊比较多 他就会抱怨说 为什么我要摊这么多呢 为什么都是摊给我们部门呢 那吴安理老师呢 面对这些质疑 他也会跟同仁啊 说其实这个董事长去做国民外交 看似对业务没有直接帮助 但是媒体都会大幅报道啊 对你这个品牌的价值提升 很高啊 所以当然也要计算他的成本跟效益啊 比如说你们这个免费的公关嘛 因为虽然你都没有花这个公关费 可是对你这个中性的知名度啊 品牌形象啊 是大大提升嘛 所以也是要计算他的成本 跟他的效益的 不过呢 这些员工或者是一些部门 会有这个 会觉得说 摊提的我的部门摊最多 他会感觉不公平 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因为的确这些这个私人飞机的费用 他出国的费用 并不是因为业务而产生的嘛 如果都摊给他们 会影响到他们的绩效 跟获利的表现嘛 所以事实上跟部门内同事的努力 跟部门内一些主管的决策 以至于产生的营收获利等等 这是不直接相关的嘛 所以如果把它都摊给他们 的确会吃掉他们的绩效 他们的抗议呢 他们认为不太公平的地方 的确也是有道理 所以老师的AVM的系统的开发 也是都是随着他辅导企业 企业碰到特殊情境 他才去修正他的理论 所以这个中性的个案呢 也让这个吴老师呢 修正他的AVM的架构 就是他把这个 企业内常常会有一些 不可控制的成本 那这个不可控制的成本 在后来再归属这个原因的时候 在归属成本的时候 就不要再归属到 个别部门的绩效评估中 所以你就不要跟部门的绩效 做连结 所以这个为什么吴老师的这个AVM 慢慢经过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的修正 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企业的实际 碰到的困难呢 就会反映在他这个理论架构里 所以让他这个理论更接地气 更可以把各种复杂的 企业经营的实物 碰到问题容纳在里面 所以才会让这么多企业觉得说 这一套制度的确是蛮好的 蛮可以帮助他们 在做经营管理的决策 以及让他们看到一些 看不见的隐形的问题 或者是隐形的成本 那么吴老师呢 在辅导了很多大企业 我刚刚讲有台积电 有中信银 什么玉山等等 他也发现说 其实他有时候生活 我们总是要吃嘛 有时候他就会到小吃店 去吃东西 他也常常看到老板 这个很多小吃店的老板 餐厅 面店 火锅店 老板每天都忙来忙去 那他总是会心中有一个疑问说 到底这些面店老板 小吃摊的老板有没有赚到钱 只看到后来每天 这个汗如雨下 然后忙进忙出 忙得不得了 到底有没有真正赚到钱 他到底他们知不知道 他的成本跟他的获利是怎么算 所以他后来就把他AVM 微型化推了一个智慧小刀系统 专门给这个杂货店 面馆 摊贩 小吃店 可以去用的 而且是免费提供这些系统 让他们可以导入 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小火锅店的老板 他就一直跟吴老师说 他没有办法算出他的成本 尤其是他没有办法算出说 他比如说我们如果去火锅店吃饭 不是有各种不同的火锅吗 各类火锅吗 这个主菜是牛肉 还是猪肉 还是鸡肉 那吴老师就问他说 那你有办法算出 到底是比如说牛肉 双酱牛肉锅利润比较高 还是鸡肉锅利润比较高 还是海陆双响锅利润比较高 因为这个火锅店的老板 可能到最后就算总账 这个月材料花多少钱 电柱花多少钱 员工花多少钱 最后结语 好像就是他的盈语 但事实上这样还是很不够精确 所以这个火锅店的老板 后来就导入了吴老师的智慧小刀之后 他后来就算出来了 他有两款锅的原料成本特别高 一款锅叫头好壮壮锅 一款锅叫麻辣朝天锅 因为他用的材料特别的贵 这两锅 然后这两款锅的售价 只比其他的锅高一点点 没有特别高 但是他的成本 他去精算这两款锅用的原材料 事实上比其他锅更稀有 或者是更贵 所以他的定价就不合理 所以导致这两款锅 毛利率偏低 而且这两款锅都需要煮比较久 所以代表他要用的电比较多 所以这个AVM 可以算到每一个作业 Activity 他需要的能源也比较多 然后当顾客要求外带的时候 他又必须要煮全手 所以他的消耗的能源 瓦斯的成本也就比较高 所以这个小火锅店的老板 用了老师的这个AVM的智慧小刀之后 他就调整他的产品售价 这两款锅的产品售价 甚至调整他的成分 他的原材料 让他的毛利可以跟其他的锅是一样的 所以也改善了他的营运 不会让我们的小吃店老板 每天在瞎忙在摆忙 然后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我赚的钱还是这么的少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AVM你如果去看他的模组 什么资源模组 什么作业模组 你可能就会睡着了 我刚刚这样讲 但是你要搭配我们这本书 有很多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怎么样用的 那个案例是怎么样用的 你就会更容易理解 所以我说我们出了这本书 是AVM的科普版 要让一般人都看得懂 是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继续来分享 老师这一本书有九个案 其中我就来分享一个个案 跟大家说明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企业领受 高阶经理人最宝贵的一堂课 远见天下文化 领导影响力学院 第三期典范课程即将开课 邀吉加世达集团 董事长陈其红 前TVBS董事长张笑威 信义房屋创办人周俊吉 全球危机处理专家 邱长博士亲自授课 如何从百亿亏损谷底逆转 带领组织变革并稳中求胜 五天的课程由典范企业家 亲自传授经营新法 每天六小时客制化课程 解构成功经验 让您提升思考格局 掌握决策关键 领导影响力学院 第三期典范课程 将于2月23日开课 限额40个席次 现在就到资讯栏点击报名 向典范领导者学习 启动2024变革领导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